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上Visualive 找到官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看到目前有Webfit和NavisWord的拆件可以下载 目前对应的版本是2015-2022 两个操作其实大同小异 之后我们会用NavisWord来展示这个流程 所以现在才下载这个套件 旁边可以看到Visualive on HoloLens的版面 如果你有Microsoft的Holand 就可以将Model在这个眼镜上展示 Visualive 亦都可以通过上前其他3D Model File 去云端 例如3DS,Mass,Lion等 支援格式消过70种 每次的流程就会采取iPad来展示 在iOS的app下载Visualive的app 如果我用Android的话就从Google Play 准备完之后就来示范如何安装 这张套件 就准刚刚下载好的套件 然后再安装 之后打开LivisWord 就准备好的3D Model 这里显示的就是Unity版公式的3D Model 现在点准左上的Visualive on 扭 出入基本的资料 接着就会介绍两种标点可以选择 单点或者两点定位 现在示范的两点定位会比较准确 定位第一点,找到门的左下角定位 然后定位第二点,在门的右下角 这个步骤原理就是令到 在现实世界中找回这边门 并定定位这边门的两个角 最后系统就会有定位的依据 所以整个3D Model放在现实四下上面 如果3D Model的比例一致 就能够完美的叠合 接着就可以撕屏下一个步骤 导出 它会导出一个带有Anchor 的3D Model 资料 并且同样转去云端 也会一併刷出一个QR Code 用来延长启动Model 用的 来到之后可以打印出来 再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 WiPad上的Visualive App 充用Visualive的帐号 然后就可以看到刚刚导出的3D Model 开到Model 之后 由于我们刚刚是锁起两个Anchor 的定点 这里我们就转去2Pos 这个选项 系统就会给你手动定位 透过镜头找到这一道门 并指定左右两角 然后就可以看回3D Model 正确地叠合在画面上面 为组合英文调整 你可以将3D Model 的透明度调高 这样你就可以同时看到真实和虚拟世界的文件 你可以用QR Code放在现常直接掃描 当然整个工程师在这个Model Walkthrough 的时候 发觉如果有任何不正确的地方 例如柱位有错 或者门的宽度不正确 就可以利用One Cake Easy Capture 的功能 去留意 也可以内置的小画家工具 将有问题的地方做记录方便检视 同样在Office 前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哪里出错 并且抽策3D Model 再上传给你在二场前置再检查 Unity Visual Life 是小时候的AEC工程业带AR工具 的Model Tools Tools Tools